租房的介不介意啊 租房的他能租得起 那就租了呗 别人相亲是要车要房 咱大妈相亲 完全是啥也不要 如此相亲结构 属实是芝麻开花 结结构呀 你那听我说挺感性的 就是成不成无所谓 关键咱知道你真给 给我办事 没行你脚这么快 没行这么快呀 那看来我办事还是靠谱的 太负责 我姑娘都给长春 我姑娘给占钱 我不说他们是卖药 医疗器械你就懂了吧 她是卖那些东西的 她没回来 姑娘给家的 姑娘给家的 那你现在是跟姑娘住一起吗 不对 我自己租的房子 那天我不说了 在哪住的 给那哪 给车站这边 在车站附近 也是在农岸县里租的 给车站对 那天我也有 我不说给长春买房子 那个房子 孩子就给孩子了 之前你在长春有房子 我花点钱 也有孩子的钱 我一说这个你就懂了 就是孩子那家 那个条件不算太好 现在行了 现在我也行 我咋也行 我租的房子 一年也不会有 五个钱块钱 所以说现在你是 没有自己的独立住房 那 首先出场的大呀 人家的日子 完全是不愁吃喝 儿女的事业有成 她更是把四个的房子 送给了儿女 儿子的租房子住 对对对对 当啥呀 我是那啥 也是个 没有 不是医术人 后院的 那后院的是啥呢 就是质保主任啥的 就是质保主任 一般都是调剂 然后处理 这个纠纷啊 是不是 打个仗了 说得半个嘴了 说解决不了的 就得 俗话叫做英雄 不提当年有 提起过去的往事 咱大爷回忆的金金有味 不过按照咱大爷所说的 他本人三观已是十分清醒 毕竟过去帮别人调解 那要是和老伴相处起来 估计也是出出千让呀 全公社就两个大人 幸福有的 对 那海鸥盘照相机我有 海鸥盘的 那是最好的了 啊 那当时你的家庭条件挺好 还行啊 那就是说这父亲母亲不行 都是个个创造的 我也算没证实 要我给这个啊那钱没有能耐没有这么大 那说在那房子买也就是万把钱的 我要是买那些房子 现在那可挣 我一出都没买 不瞒你说 那咋没买您 那钱就是因为这房子 将来也不能不能怎么样 没想到说像今天 说这房价怎么够 没想到 那也算没正事 那二十多年前要买房子 那这地方就几千块钱 那你有没有退休金 我没有啊 没有退休金 我没有地不就是退休金了 啊 那你两厂多啊 两厂多啊 那现在是包出去的还是 我这是一万块钱一厂 完了大家支补 那马西刀这两万块钱 两万多块钱 这两厂多 这两个牛能卖那啥 能卖那个 要是说这下崽子能卖 这两个能卖两万六七 啊 你还养着牛 养着几条牛啊 两条啊 两条都是羽牛 羽牛就是母牛 那现在牛在哪 给大姑娘那儿养啊 大姑娘是在 我大姑娘家 他们家养牛的 所说我就给那个 养俩就 就我姑子伺候 我不说那么 他们那些老头 也就是挣两三千块钱 他还不能有我 挣那个 我那天我老姑娘 还给长村 他说谁能有你挣 就是说每个姑娘 一个月都是说到月 就给你打过钱 你知道 每个人三百 就是说你多能到死 多能拉倒 那你这三个姑娘就是 九千 九百 九百 一年就相当一万 然后房地租是 两万 然后牛呢 牛一年能卖两万六七 两万六十 那这家起来 就是五万 就要将到一万 对对对对对 虽说咱大爷是租着房子住 但背地里面 也是个小型的农场主 把地承包给别人干 每年资格还能领很多钱 对于一个人来说 一年五六万 的确不愁吃穿 即便找个老伴的话 这个年纪也是毫无压力 好就是说啥呢 就第一个就是 像我方才说的 就别生气就行 我 对我就是最害怕就是生气 但是你有啥事跟我说 你千万千万别鬼子溜着 我这个话你懂吧 你急不假 我这些事我都不知 我最反对那事 有啥事就像红娘 就像咱俩人 你给这说 说你哪嘎哪嘎不对了 或者你如何如何 你跟我说就行 是不是 不要说这 这么一个雅年 那么一个故事 我最反对 我会大队是 这路也我跟你说 给我跟你讲 我当直播的时候 你瞅我 我可不客气你 我跟你说我也不惯 你不想找这样的 还有呢 还想找啥样的 这我也没啥 没啥条件 如同刚才所说 咱大奶的要求 也是十分简单 俩人相处的话 也就是将心比心 少是多爱 那日子肯定芝麻开花 节节高 对于这样的要求 咱红娘自然可以轻易实现 她跟孩子在一起的 完了孩子 这不是上长春去工作去了吗 完了就剩我自己的 剩我自己的 现在就觉得特别孤单 原来我母亲也在 原来我得管我母亲 我母亲在那个五门 八十多岁了 我天天就是说的 哪天我都得去上她那去 看着她 这个就是这些事吧 就是说给我整的吧 反正我就是一天 就是说这不就就是 就好像有这些事干嘛 那咱不绞的怎么怎么的 完了最近就是现在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觉得那啥 就是那咱就为这个家 完了就一天走忙 要说咱大妈的个人条件 和咱大爷也是十分相似 俩人都是儿女在外面工作 四个一个人生活 唯一不同的就是 咱大妈是苦水中熬出来的 用她的话来说 半辈子都是十分的苦 孩子九个月前闹了离婚 十三个月就是法院强行断离的 外边有人了 没找了我就带孩子回娘家 所以我受的伤害特别大 这一辈子就特别特别苦 我自己就说说到家话 我就自己就那咱就就自己想死都死好 想死好几回来 后来现在我死了孩子咋整 孩子孩子谁管 完了所以就硬挺着 硬挺着 反正就这么过下来了 都想过自杀 对我想不想活了 太难了 自己过的从哪 最难的时候是啥样 最难的时候 我连工也不开钱 没有钱 我一万钱没有 还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我能孩子上学 就买点啥 吃的也没用过了 在学校孩子 老师表扬说 是我家孩子 不花零钱 我说我没有零钱给他花 每次兜里没有钱 这才刚说起过去的事 咱大妈也是期不成生 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 要想好好生活 的确是有很大的难度 更别提什么天灾人祸了 而红娘也是听得十分揪心 连忙表示 今天说啥也得寻到咱大妈的幸福 我累了 我就想 我想歇歇了 我就现在 我能不能有个伞 有个伞 有个肩膀 靠一靠 说他对我 能献个真心 爱我 疼我 我现在 我这 我这一辈子 我就没人关心我吗 我考你一下 大姐叫啥 李恩怨不吗 大哥叫啥 无手财 无手财 第一个大姐妹通过 无手财 能把财守住 所以叫守财 你看大哥姓多大 是挺年轻的 是挺年轻的 不像我跟你说的 那个六十几岁 是不是 不像这么大的 第一印象不错挺好的 两元人也挺好 挺干净的 说的 说话也 不像那个 催不溜到的 也不像 那是 挺 好像还挺诚实的 李大姐说 他对吴大哥的印象不错 而接下来 吴大哥的一番话 更是让李大姐 非常感动 不是我来吧 是挺突然的 不好意思 那个小红娘啊 说这下午两点 上我这来 没说上你这来 上你这来 我最起码 我得给你 成不成不给你买个花 不用 不用 还要买花啊 你买 怪我了 完了大姐 你没收拾花 怪我了 我哪知道你要买花啊 我肯定得给 就是说 你有这个心 我就领了 好 不用说肥底里有这个食物 有这个心 我也表示感谢吧 是我没收到过花 没收到过花吗 人给我送花 哪有人给我送花 真没有 手机给我送花 这个 虽说之前都是陌生人 但刚见面 俩人都有莫名的熟悉感 而大妈更是承担咱大爷老师 给人一种诚实的感觉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相信 那俩人肯定是板上钉钉的 彻底跑不了呀 是孩子九个月前 我们俩就闹离婚了 我跟他俩生活 就全部的家里的经济负担 和这些事都是我来承担 我管 他有班他不上 我家孩子 我生孩子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 每晚百天 我就背孩子就三个月 就为了多挣二十块钱 那我家生活不了 咱就说这么多年 从孩子九个月 到现在孩子结婚了 都是大姐一个人 来撑起这个家 就是说我要是出去开会 或者是接孩子 我要是出去开会 上哪做报告去 那我不能领他 要是过亿的找他 明白了吧 这么大时候跟谁开会 那你是想过日子呀 想过日子呗 想过日子 对 所以你觉得大哥 大姐还是挺适合 过日子去 对呀 对呀 他聊到哪儿 过来的时候 你觉得是转转过日子 不是他这些年 就是说跟这孩子啥的 挺苦的 兴完咱大妈 对过去婚姻的描述 咱大爷直呼 他是个过日子的主 说通俗一点就是 那肯定是贤妻良母 而咱大爷也是如此 正好想找个过日子的人 如今都上了年纪 过好四个的晚年就行了 我没有公职 我没有公职 我农村有两赏多地 我当你得切实接着告诉你 养活两个羽牛 真的母牛 年年夏宰子呢 夏公牛那夏俩 就是六个月到半年 能卖两万六七千块钱 下一小羽牛就留着了 我留着下下回就带 对对对对 完了就是留着繁殖 这不雨牛下雨牛三年就五个头 我这一年这个孩子 每个月我这个手机里 他们每个月一个月给打三百 这是九百块钱 就是说到一会儿就给你打过来 就是所说我一年就也是 五万来块钱咱们别说多了 就是说的我还是行的 我还是行的 大哥这个没有工职 你接约过 没有工职 我吧这么想 就是只要是说的 你能担负这个家的生活 这些费用 嗯 嗯 那就行 你别像我前面那个丈夫是这样 就是不去担负去 完了你还得要我去承担你家里 嗯 这些事 这这些呢 嗯 嗯 那行 虽说咱大爷没有工资 但听完大爷对收入方面的描述后 咱大妈也是十分放心 毕竟儿女们已经成家立业 他们自然没有任何压力 大爷在农村还有土地 完全可以过上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还是丑气经历家中的 哈哈哈哈 你有这个心就行 两人有说有笑的互相表达着 对彼此的好感 但吴大哥说呀 自己还有一个短板 那就是现在他还在租房 不知道李大姐会不会介意呢 就是暂时我就是有啥说啥 是吧 租的房子 一年四千块钱 嗯 就是那个 那个那啥 就是那个 那个趋难费一年一千六百块钱 租房你介不介意啊 租房呢 他能他又能租得起呢 那就租了呗 去看看呗 看那个大哥的生活环境来呀 虽然是租的房子 你看那个大哥能给你整他呀 别的我先进来 你们谁也不用脱袭 完了我脱 好 不用脱袭啊 好 好 好 走啊 愿意的看啊 对 我 我 我就问你就记住了 就是 就是这样 那你这冬天冷不冷啊 不冷啊 啊 嗯 啊 最佳是一个小铁那边的厨房啊 嗯 这这这厨房 那是卫生姐 嗯 嗯 不淡不冷还不带感冒的 好 它不是那么热 那么热就不好了 嗯 行 看人家都是卫生打压吗 卫生挺干净 屁我干净 哈哈哈 不能那么说 反正 反正我自己感觉还行嘛 本以为咱大爷房子是个问题 不过咱大妈并不以为人 不仅不要车房 还不要钱 直呼租房子就行 只要有租房钱 啥都不是问题 像咱大妈如此相亲的 的确是十分少见 虽然是租的房子 但在咱大爷的打理之下 一切家具都是井井有条 看到咱大妈的反应如此爽快 咱大爷心中也有其他的想法 说通俗一点就是 说啥得给咱大妈制造个惊喜啊 有个想法 啥想法 我想给他那啥 给他买一束花 买一束花啊 那 哎呦 那 这行吗 哎呀妈 那大姐要知道这个 直接得可开心了 那我肯定得给他买 哈哈哈 现在看了 不到我 哎 不少事 那咱找找看这个附近 有没有啥花店 不知道啊 嗯 我说你的想法 为啥给我叫出来 原来是想买花啊 对对对 头一次送花 头一次 哎呦 大姑娘上校头一回啊 对对对 小红娘说话太幽默了 真是的 大姐也是一半夜都没收着花 这也是她第一次收着花 是是是 咱们给这上车吗 好好好 在这上吧 你能想象得到大姐收着这花之后是啥心情吗 那我发现 我这么想着她得感动 花已准备就绪 那不知道对此还一无所知的李大姐 见到这束花后会是啥感觉呢 哎呀 哎呀 哎呀哎呀 谢谢大哥这番你真情的喜 哎呀 看你以前这些那啥这些事我也挺感动的 叔叔我也长这么大小就是头一次现花把献给你了 谢谢谢谢 哎呀 好 刚才大哥突然给我叫出去 我不知道我没想到 我以为这是大哥咱们不满意了 我特别特别感动 李大姐我感觉你这些层层叠叠这些苦事啊 虽然说你结婚了有孩子了 不过你婚姻上你就不幸了 是不是 哎呀 哎我就感觉我说这个花 我就是说这温暖温暖 真是大姑娘做教 头一回啊 咱大马是苦水中熬出来的 对于浪漫的方式从没有体验过 而咱大爷这番操作 无疑是对正下腰 再加上红娘的辅助 俩人的事情完全是没跑了